欢迎回来 命运好好玩 来来来 我们今天先不聊 重男轻女的问题 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但是讲到这个借名登记 我们先问马律师 什么情况之下 一定要借名登记 我自己买房子 我就登记我自己就好 干嘛一定要借名登记 那借名登记容易有什么样的纠纷 或真要借名登记 又怎么样才能比较安全 借名登记是法律名词 讲白话一点 人头啦 你这个话人头就对了啦 你讲人头你就听得懂 借名登记是法律用语 我们什么时候用到人头 当我们要逃避某些事情 怕别人知道 不管是怕我的债权人知道 或者是怕政府知道 或者是怕上市公司 有些人很敏感 怕知道这个资产是属于我的 我名下有资产 那我当然就希望 为了要引盖这个事实 我就把找个人头 东西借名登记在他名下 这样子台面上很清楚 有些贪污的公务员 上市公司的老板拿回扣啦 然后呢这个还有逃落税的啦 还有想要偷偷地把某些财产给某个人啊 养小生的啦 有项目这么多啊 项目这么多 你要注意看 台湾的公务员最多的借名登记 都是把钱放在小山上面 等一下 为什么不报老婆上面要报财产 不行不行 老婆也有报告 对 会查到啊 申报财产 就是亲属都会被查 会当高官的都要申报财产 所以你的急等期内都要申报 那个电子扎门一查出来就查出来 小山查不到啊 我报他名下就OK啦 小山没有关系啊 只有肉体上的关系 其他都没有关系 你说我那很疼的耶 所以建民登记它不是一个 财产行为上的常态 它是一种变态 那为什么很多人要做 当然就是挺而走险 或者是想要某些事情不让人家知道 是 当我们在做建民登记的时候 很容易弄假成真嘛 那什么时候会弄假成真 如果建民登记很清楚 你就是我的人头 写个 我这边有做过很多 建民登记的信托契约 两个人不是那么熟 就是准备找个朋友 可能还有建民登记费 一个月给你三万块 我记得最多的时候是 赈宇那个 奢子税 奢子税一堆人为了草房去找人头 建民登记他的名下 为什么 怕国际游记知道 这个房子是我买的 所以贷款 有贷款的问题 所以几乎都会来律师事务 有签一份预约说 某某人你要当我的人头 然后我付你多少钱 然后贷款我来付 全账放我这边 出租也是我处理 你都不用管 你只要负责收钱就好了 好我也帮你付出贷款 这些就是我们一般常做的 这是所谓的一般没有关系 不是很亲密的人做的建民登记 但是最痛苦的是 最难认定的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案例 有亲情 友情 爱情 尬在这个建民登记里面 哇那就有点复杂了 请问 我 我买一个房子给我的女朋友 我到底是 这是爱情 当修在爱的 这是一个爱情 爱的人浓烈的时候 是这样讲 这个东西我借名登记里面 那有可能 我可能是商事公司老板 是 对不对 我要 我不想让我原配知道 我就买一个房子 放在小山里面 那我跟小山之间 到底是 你是我的人头 还是我因为爱你 送你这个房子 好难界定 哇 讲不清楚 这就难了 所以小山会说是正宇 当然 所以我要跟你要回来 小山就说 你送我 我弟弟多久啊 搬帮忙好不好 我算小时也超过这个时间了嘛 对嘛 怎么可能只看工厂吧 怎么可能这样 甚至有些还生了小孩 对对对 你给我一个房子 我帮你生个小孩 刚刚好而已吧 那男方不会 你知道吗 男方 男方就会说 男方就会说 不对不对喔 没有 我没有要送你啊 我只是放在你名下 你看看 投机款我付的 贷款我付的 对不对 我还给你生活费 怎么可能这个房子 所以就恢不清楚 所以当有这个爱情在里面 还有友情 友情 兄弟姐妹之间的事情 有些兄弟因为做生意失败 对对对 怕名下被查封 对 这样子好了 拨买 拨买 拨习散 过你啊 等到 等到有一天 我又恢复起来的时候 哎 这个还给我 当我好过的时候 或者是我的子女 当我走了 我的子女说 爸 生前有一栋房子 好像放在别人的名下 爸死啊 这是我的管理 我把他拿回来 我拨离金位就可以搬啊 是不是就有后人跑来要了 对 那到时候就要主张说 我是真的买 我不是半买半箱送 请问一下半买半箱送 是不是买 也算买啊 这就不见得是借名啊 因为借名这个部分 我还是要强调 我刚刚提到的 亲亲友情爱情跟人头 混在一起的时候 这就 就是我们现在法官讲的 一审会判赢 二审会输 这个我都不敢讲 因为看法官 当时 比较踩在 哎 你是正宇 还是半买半箱送 还是借名登记 这法官上面 在判断会不一样 但是我要跟各位提出说 借名登记 通常是由主张 借名登记的人来证明 嗯 我说你的名字 你的房 你的东西是我的 但是我要证明嘛 怎么可能叫你自己证明 是 所以通常如果想 以后想要借名登记给人家 尤其是不动产 不动产比较多啦 不动产 那个现金很容易转换 也很难证明说我的钱 你的钱是我的 很难证明 所以通常我们看不动产的 借名登记 主要看几个要件 第一个 权状 正本在哪里 哦 还有第二个 投机款 谁付的 第三个 贷款 第四个 房屋的房屋税跟地下税 平常这几年来谁付的 最后 如果房子有出租 谁在收租 这几个 如果你的 这五样六样 你的 证据越齐备 越能够证明东西是你的 但是如果缺个一两样 权状在人家那边 也是他收租的 贷款 后来也是他缴 这就账回 那明明就是你送他在家 对 他又提出一个说 我跟你之间有亲情 友情 爱情在这里面 我看 你的输的机率就很高 对啊 像一般的单纯的人头 白纸黑字写好的 东西都在我这边 群壮也是我的 什么都是我的 你不用讲了对不对 但是有卡在我们刚提到 那个 那么多情在里面的时候 那就 就很复杂 真的啊 尤其那种 亲情友情的 借名登记 通常不会写白纸黑字 真的是 才会写 你是我小三 我这个房子过你名下 下几张坐好 我借名了 早就分手了吧 那时候就分手了吧 所以这个东西很难 就很难去写 这笨女人 所以我们可以见名登记 对 一定要把它白纸黑字写清楚 要请律师监证 我纵使是登记在你名下 但我一定要拿着 房屋所有权状证本 然后贷款证明 都是我在付 对 然后租金也是我在收 税金也是我在缴 这样 这位他都证明不了什么 对 你一定要把这些保留起来 因为我们常遇到的是 兄弟亲情间 男女朋友之间 不太会写那一张 不会写那张 我只能告诉各位 保留这些文件吧 你可能房贷缴了十几年 都丢光了 谁能证明 是你缴房屋税 我最好缴完就丢了 而且有很多是别人的名字 比方说是老公 你借名登记是借老公的 对不对 你去贷款是你去银行缴 可是你是用老公的 对 去缴的 所以那个单据要 证本要留下来 很笨啊 那你就进银行去缴钱的时候 对着那个摄影机 不行 阿母 我很害怕 那也保留一年两年而已 所以也没有 如果长期下来就很难看得出来 所以你要去保留那个单据不容易 所以不行 那个单据开的抬头 都是房屋所有权人 你必须缴完以后 把那个正本留在手上 正本代表我缴 对 不然名字还是他的 对 看出来是那个人 就是登记名义人缴的房屋 正本你要留着啦 正本要留着啦 我们休息一下这一段广告 趁广告时间赶快去把贷款 贷款证明赶快把它找出来 找一下 马上回来 真的喔 男生女生他会觉得说 女孩子通常嫁到别人家去 他是到别人家去 那男生再怎么样 娶到一个我不喜欢的媳妇 他还是跟我住在一起 还是我们家的人 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跟感觉 所以这样子下来 他通常会觉得如果说他是 他自己没有生一个男生的话 他其实就是 虽然他很可能不会表现 但是他还是会觉得很低